内娱新资讯 一个视频全告定 最近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明星讯息呢 一起来和刀刀看看吧 一 诚意新剧五大打戏曝光他空中飞天舞剑三招制服对手摔翻 诚意去年凭借莲花楼月声录剧古装男神 最后喜悦不断 除了他与李一同二部带播新剧《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与英雄之外 还有傅山海 长安24季正在拍摄 日前诚意拍摄傅山海最新五大打戏场面曝光 首先是两场他身穿浅蓝衣独自练舞的镜头 只见诚意凝神出拳 接住打斩一系列招式 拳拳到位 镜头长达约8秒 动作力量感十足 接住他拿起刀 一边下腰 旋转 一边挥砍 最后将刀利落的旋转收回背后 全程动作刚柔并记 接住诚意换上肃静白衣 他独自在膝边练剑 诚意先是向内挥砍 而后反向向外出剑 在接上一系列复杂动作 双手握剑的同时人也跟住旋转一圈 再帅气的向前方出剑 长达9秒的剑术镜头行云流水 最后诚意将刀插在石头上 踩跪姿做出结尾pose 另一场戏中诚意则吊住钢丝 单手撑住工作人员做出撑腰旋转跳跃的高难度动作 而后不断在空中飞舞与敌手对打 每一帧画面都因姿焕发 最后是诚意换上身子色服装的造型 这场打戏诚意同样有对手 第一场画面中诚意率先出剑 并下腰闪过对方一击 第二场画面他同样先出剑 接住高踢腿划过对方头部 最后再笔直出剑制服对方 三招揪揪让匕首投降 气势破表 诚意所有高难度动作都亲自上阵 一系列打戏游刃有鱼又行云流水 让网友也看得热血沸腾 赴山海改编自小说神舟七霞 讲述北宋末年天下混乱 男主角萧秋水诚意识言所在的幻花剑派一息之间被屠杀殆尽 他在仓皇逃命之际 因缘忌讳下吃了武林敌人烟狂图张志玲是所留下的珍贵无极仙丹 最后又受到各派把打高手的青囊相守 武功大增的他于是守治天下英雄令 聚集各方英雄组成神舟结义 立抗邪恶外敌与朝中奸臣 过程中恋人唐门女侠唐芳李凯新饰演始终相伴 最终还给百姓清明盛世 二 徐凯与谭松韵NG画面曝光超爆笑 他拍戏吃光现场食物全场傻眼 徐凯近来与谭松韵主演现偶录剧《你比星光美丽》播出后持续稳坐录剧热度前三名 这也是徐凯与杨子合作成婚季后 徐凯今年二度挑战霸总角色 这次《你比星光美丽》也深情霸总寒停圈粉无数 很多人以为徐凯本人也高冷 但近来片场花絮曝光 这才惊觉原来徐凯私底下爱笑又爱吃 他在片场对戏常常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一场戏 谭松韵在对他讲解科技产品的运作与特色 但因为太多专业名词 让他不停卡字NG连带徐凯也不停笑场 一度还狂捏自己大腿 提醒自己不能笑 两人不停轮流笑场后 徐凯忍不住亏谭松韵 自己听得懂自己在说什么吗 谭松韵崩溃直呼 不懂啊 我每个字都不认识 此外 徐凯只要拍吃东西吃饭的画面 他绝对很认真品尝 有一场聚餐戏 徐凯因为太认真吃饭 结果一时之间食物咽不下去 而无法说台词 惹得全场爆笑 另一场戏 徐凯跟谭松韵吃馄饨 结果谭松韵认真跟导演讨论 徐凯在旁边认真吃馄饨 画面曝光后 网友笑道不行 据说后来导演只要拍徐凯吃东西 就会为他特别准备二套美食道具 一面徐凯都吃饱了 戏都还没拍完 热前徐凯接受采访 透露一眼韩婷超过瘾 笑说你看他的办公室这么大 认为之后很难有角色会像韩婷这么完美 不过坦言自己跟韩婷恋爱观完全不同 他认为韩婷既深情又浪漫 而且只要陨落了就会做到 但徐凯认为谭恋爱开心就好 还表示自己如果是女生也会很喜欢韩婷 接住主持人问徐凯 如果你是女的 家里安排你跟韩婷相亲 你乐意吗 徐凯立刻反问 你不乐意吗 主持人回 当然乐意啊 徐凯立刻大笑说 那你还问我 铁定乐意的啊 可能吵架还只怪自己 此外 徐凯透露第一次看到谭松韵 是在一个颁奖典礼上 当时上台 下台到搭电梯 两人都一起走 当时他觉得谭松韵很可爱 这次合作你比星光美丽后 大赞谭松韵不止可爱还很认真 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负责 三 白露新剧与头头藏不住 陈哲远先婚后爱 女配是她 全望期待 白露2018年在古装剧《凤求皇》里 一人分尸两角斩露头角 三年后 白露与任嘉伦合演的古装剧 周深如故播出爆红 而后两人又二搭合作 现代版续作《一生一世》 让两人声势狂飙 白露去年更是分别合作 罗云熙 王鹤蒂和张灵鹤 一连推出《长月静明》 《以爱为营》和《宁安如梦》三部爆款剧 让白露人气彻底超越同门师姐吴锦妍 随助吴锦妍近来 以沫与云间再度翻红 白露 吴锦妍谁才是欢愉意见 也一息成为热门话题 白露爆红后喜悦不断 今年二月杀青后 百月泛星 随后又搭档曾顺熙 拍摄闲暇古装新剧《临江仙》 该剧预计八月杀青 新戏约也曝光 热闲传出 白露下部剧《江宇》偷偷藏不住 陈哲远合作先婚后爱古装新剧《望门交习》 《望门交习》改编自西云同名小说 讲述一普通门第的观幻家之女 徐云七白露是参加公宴 隐差阳错被醉酒的皇帝 只婚给京城第一公子 裴沐恒陈哲远世为妻 裴沐恒情贵无双 是当朝最受瞩目的皇孙 原是满京城的名门龟秀任他挑选 最后被皇祖父乱点鸳鸯谱 裴沐恒即便心中不喜 却不得不截止 《望门交习》除了是白露首次合作陈哲远外 月二还找来过去 因在后宫真穷传 饰演丫鬟幻毕一绝爆红 近来因演出玫瑰的故事 错位声势再度回声的蓝莹莹 引发全网期待 蓝莹莹前阵子在玫瑰的故事 试验男友看上刘一飞 却抛弃她的官吱吱 她剧中还找上男友的上司 兼好友佟佟一吐怨气 后期却逆袭成富泰 戏份不算多 却令观众印象深刻 近来蓝莹莹还在错位中 尔达佟佟演出假面夫妻 两人互标演技或好评 加上后宫真穷传 综艺真人秀热播中 蓝莹莹也有回国录制 频频曝光刷脸 让她再度成为话题人物 四 邓维演涂山景 爆红第二季戏份 却惨悲谭剑刺 斩牙闲双方粉丝战火 杨子去年凭借长相思 稳坐陆剧女神宝座 更一连带旺谭剑刺 邓维 张婉逸 与王红逸四位新生代男星 但近日长相思第二季播出 光环尽失 先是五角虐恋剧情 被观众讥讽是全员恋爱脑 而邓维饰演的涂山景的一角 当初在长相思第一季热度破译 声势惊人 但邓维在长相思第二季戏份明显变少 邓维粉丝跑红剧组为谭剑刺加戏 纷纷涌入剧组官方微博开枪 谭剑刺粉丝则反击邓维 抓住杨子炒绯闻 局势相当混乱 长相思第一季的盛况已难重现 邓维粉丝跑红谭剑刺 在长相思加戏主要是因两个片段 一是作家童华所著的同名小说中 杨子试验的小妖 小妖在与赤水冯龙王红衣饰演大婚前 曾坐在海岸七日思索自己的未来 甚至期待有个人能全心爱自己 让人一起脱离世俗纷扰的一切 但剧版却剪辑了香柳谈剑刺 饰演在海底穿新郎红衣回忆小妖的一切 塑造她挣扎许久 最后又没动作的矛盾心态 对应之下 小说中小妖对未来茫然与对爱困惑的自我觉察过程 变成等待香柳未果的可怜兮兮 最终改写内容 虽然帮香柳加戏不少 但也因此削弱小妖的角色自主性 播出当下不仅邓维粉丝套红谈剑刺加戏 连杨子粉丝也气炸 第二个片段则是香柳多次在长相思长相思抚琴 虽然看似是该角色高光时刻 但其实与之人设相差甚远 香柳在长相思第二季会战死 除了示威小妖舍去二条命之外 还有就是西岩与陈蓉的长久战争 最终已随着时代巨轮来到结局 西岩国士在枪弦张婉逸誓言统治下欲加强胜 陈蓉最终难敌 在这种前提之下 受了恩情而率领陈蓉君走向末日的项柳背影格外孤勇 照道理来说 这一季除了破解小妖的死局 他应该全身投入不会赢的战争 但剧版却让他多次抚琴 看似加戏 其实与人设矛盾 谈见此 邓维与杨子的两队CP组合是长相思 第一季人气最高的CP 各自拥护者不少 随住长相思第二季的播出 谈见此 邓维两方粉丝对于剧情增渐格外在意 因此摩擦逐渐增多 加上原著小说原本在网上就有极高人气 因此想要再现第一季的极佳口碑 恐怕充满难度 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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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